傳險跟受險公會呢 採用了經管會的建議 數位健康證明來取代診斷書 對於保護的影響 現在大家都很關心 詳細內容交給倩函 好 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個也算是另類的小黃卡 因為現在這個數位的健康證明 大家在線上就可以來做申請了 因為就怕民眾 未來要請領防疫險的理賠金 而跑到醫院去要求醫生 開診斷證明 這個會影響到前線的醫療量能 所以經管會提出了用新版 也就是昨天才剛剛改版成功的 數位健康證明來取代醫生的診斷書 昨天中午的時候 受險公會率先表態了 同意用數位健康證明 作為診斷證明書 那在下午的時候 昨天下午 產險公會也讓步 未來不再受限於書面的診斷書 但是針對這個卡 其實受險跟產險公會 他們的態度還是不太一樣的 雖然都有做讓步 但是以產險公會 就是防疫險的這個部分來說 他並沒有強制的要求產險公司 一致的要來配合 主要是因為業者現在還擔心 數位的會有 會有相關的道德風險 那保險局也陸陸續續 對外說明也希望能夠排除四大疑慮 包含就在於這個數位的健康證明 一開始的時候為什麼要改版 就是因為他上面沒有身份證字號 那現在的話改版之後 他就有新增了身份證 第二個部分在數位證明 開例的過程當中 醫生就已經有就醫判斷 才會只是說要來做PCR或者是快篩 那第三個部分在於數位證明 沒有用藥的明細 所以建議業者可以先受理 然後再請保護授權保險公司 進一步的來做查證病例資料等等 還有上面的話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有一個QR Code 這個QR Code就是讓保險業者 他可以去掃描來判讀這個數位證明 他是OK的還是是偽造的 那目前的話我們可以看到 包含像是旺旺有聯 國泰 還有南山產線已經表態了說 都可以受理這個數位證明 來替代診斷書 其他的業者目前還在觀望 那產險公會未來也打算 再訂定更詳細的一些理賠指引 讓大家可以照著這個SOP來做 金管會也不斷的喊話 要保險業者採用數位證明 以維護產業的形象 還有信譽 第二個也要提醒大家防疫險 其實你在兩年內 都可以來申請理賠的 只要你符合相關的程序 提醒民眾其實不用急著一時 來去申請相關的證明 而另外對於居家照護的部分 保險局長施崇華 他就有特別強調 目前的話 如果你是居家照護 然後有開立相關的處方 前醫是有用藥 以及一些醫療行為的話 目前才會理賠 但現在就有一些聲音了 如果民眾是因為排不上視訊 醫療又或者服用清冠一號 那這樣到底是算用藥還是不算呢 這些爭議的話 未來還有待明定相關的內容 所以請大家再等等 保險局預計 接下來還會再跟產險跟壽險 陸陸續續開會 來演你相關更明定的內容 以上的財經資訊提供給您 我們有三種版本的這個水神的物化器 這個比較大的 它是比較適合大坪數的 那再來呢還有這一種款 這種辦公室很多 你還可以買這個小型的 放在你自己的桌上 哪裡買呢 我們的快點購網站上面就有囉 記得輸入優惠 馬上就給你折扣